古琴是一种风雅之物 在古人眼里 抚琴是一种表达 听琴则是一种体验 琴声为人们营造出一个非常有个性化的氛围 这个时候 音乐就不再承担教化的功能 甚至有的时候音乐本身都不再重要 就像陶渊明的吴贤琴一样 人们更看重的是那种闲适和自如的状态 无论您接下来是打算入睡 还是只是想休息一下 我们都希望您能在古诗的韵律中 找到一份宁静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